说起袁红,大家都很熟悉 早年凭借《天下无双》进了演艺圈 入行后的袁红给大家印象的不是作品 而是他老婆张心意 两人一系结缘,很快就发展成了恋人 紧接着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刚开始并不被看好 但两人结婚六年以来 从轰轰烈烈的婚礼仪式 到柴米油盐的婚后生活 他们的感情从未变过 也是让很多人都表示十分羡慕 大家都知道张心意是二婚 而他的前夫就是导演杨树鹏 而且杨树鹏比张心意大了整整11岁 两人当时是闪婚 但结婚仅一年的时间 两人就离婚了 据说是张心意甩了杨树鹏 更令人诧异的是 在离婚后的半年时间里 张心意就有了新的感情 他就是胡哥的好兄弟袁红 两人是大学同学 而且一直特别好 而且胡哥在袁红的婚礼上担任伴郎 还亲自递上婚戒 这样的友情让人十分羡慕 不过网友得知张心意和袁红在一起时 都表示难以接受 认为袁红年纪太小 说张心意配不上袁红 但两人并不在乎外人的看法 还是领证结婚了 如今两人也是证明了他们的感情 袁红更是把张心意宠成了公主 而在一次的采访中 张心意被问到了那次失败的婚姻 他却回答说 当时年纪太小 现在也是非常后悔 而他的前夫杨树鹏听到这句话后 却回应说他很恶心 作为男人 这句话未免有点太过狭隘 你们觉得呢